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几个部分 首先我会简要介绍一下Sev BlueStars和Ninux Bobcache 然后再介绍一下我们在BlueStars上面实践 Ninux Bobcache的一些测试的数据跟碰到一些问题 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认为将来的一些可能的方向和建议 刚刚Intel的李小燕已经分享很多关于BlueStars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不会继续深入往下 这个主要就是其实一直是BlueStars的一个图 我想很多人都已经熟悉了 然后再说一下BlueStars就像刚才说的 它可以控制很多的最多可以多达到三个Device 其中包括MainDevice、DBDevice、WLLocker 不像FileStars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给FileStars顶多分配10-20G的高速的 比如类似SD作为缓存 但是BlueStars能够利用更多的高速的像SD的Device 但是呢这个其实在我们的实践过程中也会带来一些问题 就是因为你时候有时候不知道说到底给分配多少个的大小 而且如果在一定的一些环境下 比如像我们的环境下 会包含6块SSD 6块HDD 然后两块800G的SSD 那么如果我们给每个OSD分配100G 作为DB和WLLocker的话 那么然会有800G剩下来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环境下采用LinuxBall Cache 来期望能够提高SD的一些性能 下面我介绍一下LinuxBall Cache LinuxBall Cache 它主要是能够让一个或者多个高速的磁盘 来给一些低速像SD作为一些缓存 它对上层来讲 其实跟裸盘的这种读写方式 其实没有任何区别 就是提供逻辑的快设备 其实有很多这种开源的这种LinuxBall Cache的方案 我这边先介绍一下 我们在用过和实践过的三种方案 一种是LOM Cache 一种是B Cache 跟DM Write Boost LOM Cache 跟B Cache 已经合到内核里面去了 那LOM Cache 是基于Device Mapper 它是利用Log Volume 来创建DM Cache 但是它的性能会比较 相对其他来讲会比较低一点 我们在实际的验证过程中 发现即使在Rallyback的模式下 它跟实际的裸盘的性能 其实基本上没什么区别 然后B Cache 是基于Block Device的历程 它自己创建了一个Block Device的设备 它基于SSD做了一些性能上的一些优化 而且它有很多这种feature跟参数可以配置 DM Write Boost 也是基于Device Mapper的 它能控制最高达三层的就是 它同时控制了RAM做Buff 而且包括Cache Device跟Backing Device SSD跟SDD 有一些人基于DM Write Boost 做了一些工具 让DM Write Boost 对于普通或者说 CapanTender 比较简单的去一些部署跟实践 我们在实践过程中觉得B Cache 跟DM Write Boost 对于BlueStar 也在性能上都有不同程度提升 所以我这里再稍微再详细的介绍一下B Cache 跟DM Write Boost 那B Cache是用B加数来管理一个和多个Cache Device 每个Cache Device会被逻辑的Bucket Bucket是在你创建B Cache的时候指定的 就Bucket的大小 那B Cache里面的B数里面会有很多这种 每个节点会有 每个节点会有多个B Set B Set下面会有 里面会有B Key的形成的数组 B Key其实就是在 如果在非叶子节点的话 B Key是指向下一个子节点的 它是指向下一个子节点 那如果是叶子节点的话 它就实际指向了Cache Device 的实际的数据存储位置 所以数据会经过 数据的读写会经过查找这种B数 而且最后定位到整个 一直按照B数去查到下来 或者经过如果命中 或者说没有命中 会去分配一个新的Bucket Bucket是它一直往 一直从大到小一直往前分配的 同时它会利用哈希表来提升 这个就是在查到B 就是B数里面节点的性能 而且它会用Journal来提升 它在更新叶子节点的时候 是通过Journal append到后面来去写的 但是如果分叶子节点的话 是直接更新在内存 然后Position就永久化到那个SD里面去的 这样子的话 当满足一定的这种 shyhold条件的话 它后面后台会现成 去扫这个 就整个Cache Device 把里面Bucket 在满足一定条件 会把那些满足条件的 这Bucket 扫出来 然后经过排序 最后以顺序写的方式 写到那个SD里面去 这是一个Bcache的一个例子 它能够给多个 就是一块SD 可以给多个 快设备作为缓存 这是一个例子里面 一个SD分区 可以给两个SD 做加速用 Bcache支持的CacheModel比较多 也包括三种 那它同时也就是多种 replace policy 同时它就只是 SSD的trim 默认是关着的 然后再介绍一下DMWriteBoost DMWriteBoost 它可以 它控制三层 就是从RAN 就是RAN RAN作为缓存 然后再SSD作为缓存 最后再刷到 backend的HDD 在每一个企业 会在RAN 做 它有个对列 应该上线127个 然后会先写到RAN里面去 然后RAN满了以后 才会刷到SSD里面去 SSD同时 后台会现成 当满足 right back thread hold的话 再从SSD 它通过FIFO的方式 刷到那个 SDV里面的方式 它在查找 SSD的CacheDevice 通过链式哈希表 在每一个读写 请求过来以后 会先去查哈希表 去判断这个CacheDevice 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命中 命中 这个是一个DMRI boost的例子 DMRI boost 只能够一个分区 一个SSD分区 只能够给一个 SSD来用 它是支持的CacheMod 只有两种 是ride back 跟ride around 相对于Bcache来讲 它只支持FIFO的方式 因为它没有这种开关 去支持多种 replace policy 它暂时还不支持 trim 那介绍完 那个Bcache 跟DMRI boost 以后 我们再介绍一下 我们再介绍一下 去部署 BlueStore 首先 我们仍然是把 LuxDB跟WAL 直接写在SSD里面 这个目的是 为了最大限度的 去保留 LuxDB跟WAL的性能 此外 我们会把 剩下的SSD 跟SDD 形成一个逻辑的快设备 然后 这是一个 给出了一个 就是OSD部署的例子 里面每一个OSD data 包括WALPath DPPath 还有BlockPath BlockPath 是直接在LogicDevice里面 然后两个SSD分区 是分别作为WAL的Path 跟DP的Path 那么 后面 在部署完以后 我们做了一些 RBD相关的一些测试 然后后续 我会下面 也会给出 在BlueStore 在Bcache 跟DMRI boost 设为Rideback的模式下的一些测试性能 我们是利用FIL做测试 然后我们在测试性能的时候 在不同的集群环境下 不同的集群使用力下 做了一些数据的比较 这个是我们在8K跟28K的随机读写上面的一些数据的比较 这是以IODepth为64作为例子 纵轴是Iops 横轴是集群的使用率 蓝色的线是BlueStore 红色的线是BlueStore 红色的线是BlueStore 部署在DMRI boost 绿色的线是BlueStore 部署在Bcache上面 我们先看一下8K的随机读写 8K的读上面 Bcache是优于DMRI boost DMRI boost是优于BlueStore 不带Cache的方案 然后在8K的写上面 DMRI boost是比较高的优于 好于BlueStore在Bcache上面 同时BlueStore在Bcache上面 它们也会好于原生的BlueStore 然后再看一下256K的随机读写 在256K的读上面 BlueStore在Bcache上面 是优于DMRI boost DMRI boost是优于裸的Bcache 然后再看一下256K的随机写 BlueStore在Bcache上是 是最好的 然后是不带Cache的BlueStore 然后是BlueStore在DMRI boost上面 这个测试结果是满足我们对 满足我们对这两种方案的 算法的分析上面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DMRI boost在小IO上面 是表现的比较好的 但是大IO上面是表现比较差一点 就是由于DMRI boost 它具备就是它控制了一层RAN RAN它会先在RAN里面有个对列 满了以后才刷到这个 满了以后才刷到SSD里面去 但同时DMRI boost 对所有的鞋请求 它都会先把它切成小块 切成4K 就是对所有请求来讲 都会把它切成4K的这种大小 然后才进行下一步 所以这个是在大块鞋上面 DMRI boost会去比较弱一点 然后在鞋上面 由于DMRI boost 只支持FIFO的这种缓程替换策略 同时我们觉得Bcache B加数的这种查导方式 是优于纯粹的 因为DMRI boost 它只有一个HC表 那这个HC表当 而且它的块比较小的时候 这个HC表会很大 在内存里面 就是插到起来 相对比 相对比较数据来讲 会比较 效率会相比较差一点 这个是刚刚我已经讲过了 同时还要注意两点 就是 虽然说平均的性能上来讲 BlueStar 在Bcache跟DMRI boost 是优于这种 不带Cache的版本 但在你 实际使用中的Io的变化 就是整个时间段 Io的翻差 翻差来讲 裸的BlueStar 是比较平稳的 同时DMRI boost 由于利用内存 它会占据更多 会花费更多的内存 那么 讲完这个性能测试以后 那么我再讲一下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发现的三个比较大的问题 其他一些小问题 就可以一些 就不说了 比较三个大的问题 第一个呢 就是说 当我们把SSD 如果你一个SSD比较大的话 那么 如果你同时作为 给BlueStar 作为 WAL 和LogsDB 而且同时 会有一些分区 比如说 你剩下几百G的分区 来给做Cache 的话 那么在高的Io Depth 下面 你会发现一些 Slow Request的问题 这个原因是 在高的Io Depth 这个逻辑的快设备 在没有办法 及时响应 这个BlueStar 的OfficD Request 我们在跟踪 Block Cache 跟踪这个原因的时候 最后发现底层 因为如果你把 SSD同时作为 LogsDB 和WAL 那么LogsDB 跟WAL 对Io的消耗 是比较大的 那么同时 它那个 作为Cache 也会对Io有消耗 我们在最后 跟踪下来发现 Block 就是 逻辑的 Block Cache 在对锁的时候 在对一些 因为它里面 会有一些全局锁 全局锁去获取的时候 会去等待 等待 后台那个鞋 请求的返回 但是等待时间 比较久以后 导致上面的OIC 请求过长 所以这个 在如果放在一起的话 那么 整个两边 对Io 都会消耗比较大 相反来讲 如果在高的Io 的Depth 情况下 会导致 就是会 会出现这种 Slow Request的问题 所以我们建议 不同的 建议如果 想要用这种 Block Cache的方案的话 用把它们放在不同的 这种裸的 这种SSD里 分盘 那么第二个就是 我们碰到的问题 就是SSD的这种 因为 Blue Star 它会有不同的 Ellocator 去管理磁盘的 就是一些 快设备的 这种快的分配 所以 那底层的这种Block Cache 它其实也有 就像刚刚的 B Cache 它用 B数来 B加数来 管理下面的 Cache Device 或者DMRI Booster 它也用 Hashi 表 或者 对列去管理 这个Cache Device 那么 当一个有趣的现象 比如说 你当把 Safe集群里面 把所有的数据 全部商关的时候 然后你再去查看 这个Blue Star下面的 Cache Device 去看它的一些特征值 比如说看Delete Data 你发现它的Delete Data 这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我们认为 这原因应该就是 Blue Star 在我们那时候 还不支持这个Trim的缘故 这里面有Pool Request Pool Request 应该是最近 才合到主线上去的 但是我们还没有 还没有去验证 或者说没有去实践过 这个 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 所以这是我们认为的原因 还有问题就是 Logic Device 在主机重启的时候 会就是盘幅 盘幅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 Bcache 在重启以后 因为我们那个 Blue Star是没有文件系统 如果没有文件系统 没有格式化的话 它就不会有出现UID 所以在 你没有办法在 那个Fstable里面 去映射 那个UID 到目录的这个 去这么做 所以 这个盘幅会 在重启以后 会丢失甚至乱续 然后 这里面有两个Bug 一个是Bcache Tool 另外一个应该是内核的 内核里面 在重启的时候 对于Event的机事 有一些问题 然后同时DMRI Booster 在重启以后 去恢复这个 逻辑快设备的时候 会花会比较长时间 因为它会去 在重启的时候 它会去重放 它那个整个 就是它管理的 那个快设备的整个Log 然后会把这个 装载到内存里面去 这也是为什么 它在管理 需要占据很多内存的原因 所以这个过程中 如果你的磁盘里面 也写了很多数据的话 这个过程会比较长 以上是我们在实践过程中 发现的三个认为 比较大的问题 下面是我们认为 就是 当然大家可以一起讨论 觉得怎么样 再会更好的去给 当我们如果有多余的 这种SD的空间的话 怎么样去更好的去 去管理 可以利用这些 快速的磁盘 因为BlueStar 可以控制这种裸设备 而且有不同的Allocator 那么同时 这个Blinked Broadcast 它也有这种算法 跟机制去管理裸设备 所以这个中间 会有一些 不一致性的问题 特别是 SSD这种Device 那么如果说 BlueStar 能提供这种 比如说 管理多盘的分区 比如说 它在存数据的时候 能够把磁盘的ID 放在类似于 BlueStar Bcache 放在前面的话 它可以做的事情 会更多一点 比如说 它甚至可以控制 控制不同数据的优先级 比如说 主稳数据 或者说 一些比较 对于性能要求 比较高的放在SSD 然后再提供一些 潜移策略的支持 我的内容就这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讨论 现场有没有朋友想跟我们 家编戏的互动吗 您好 再问一下 一开始 现在是BlueStar 就是FillStar 你说的三个问题 有没有了 FillStar 就像刚才说的 BlueStar 是没有做文件系统格式化的 所以就像刚才说的 Aon 我们其实没有在上面 做过实践过 在FillStar 没有实践过 首先 首先 那个 Bcache 是支持Trim 那么 像文件系统 SFS 它如果你可以 你通过 FTrim 这种指令 也是可以把这个东西 刷到SSD 所以 而且另外一个就是 文件系统就用格式化 格式化 甚至UID 你可以在FSTable 里面把它写进去 所以基本上 应该是没有这样的问题 就这三个问题 对 谢谢 我想问一下 那个 我之前测试Pcache 发现那个Fsync 或者FdataSync 这个 在Pcache上 那个 耗时明显比Flash Cache 或者RM-Cache 长 这个是为什么 不好意思 您能重复一下 你的问题 这是 RFsync 或者RFdataSync 哦 在Pcache上 就是耗时明显比 在Flash Cache 或者RM-Cache 耗时长 我们没有做过这样的比较 我没有做过这样的比较 嗯 就没有 没有观察过这个 嗯 对 大概是在1到2毫秒 然后Flash Cache上 在RedBand模式下 就具有几十微秒 大概是几百多 几十微秒 嗯 因为那个 呃 Bcache 跟那个 我们没有去做过 这方面比较 然后因为 Flash Cache 已经盘都没有维护 那Bcache 主要是在已经在内核里面 DML iBoost 是这几年 13年 14年出来 而且一直不断有来维护 所以我们没有去 去比较过Flash Cache 明白 就是其实那个 Bcache 在它的配置里面 有一个叫 Synchronize 一个选项 对 关了那个之后 好 谢谢 谢谢您的分享 但是不让那个 安全不安全 谢谢 Synchronize 你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 呃 我刚才看到 如果SSD 就是Cache 这个盘挂掉了 那会不会影响 HDD的路线 呃 你应的挂掉 是指 就是整块盘坏掉 是吗 就是 就是假如 你SSD 这个盘出现问题了 那是不是会造成整个机器 所有的HDD 都不能堵了 不能堵下了 呃 如果你是指一个分区 还是一个 一个所有的SSD 全部挂掉的话 那么 那确实是假的 但是主要是因为 你通常情况下一个机器 会做三部分 那么 等于说你一个 一个OSD 或者多个OSD 挂掉以后 那机器会重新做平衡 那你一般一个机器 会有多少块SSD 来做Cache 呃 我们的环境是 有一块SSD 做Cache 那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机器 这块SSD 就是坏的 那就是说 这个机器整个就是 对 然后 呃 通常如果 保险期间的话 呃 建议下面做RAID 做RAID 嗯 嗯 你好 我有大概两三个问题 没事 谢谢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 那个Bcache 建议内核版本 呃 版本是吗 呃 呃 建议版本 呃 我们观察到 Bcache 在后面最新版本上 有一些就是 因为我们最开始 是在CentOS 7.3上面测试的 然后 呃 虽然说他 内核版本 呃 声称已经弄进去 这个效率建议上面 是没有这个 没有Bcache的 然后呃 呃 呃 我们就编一重新编译过 那个在基点上面 重新编译过 Bcache的内核模款 然后 后面我们又尝试升级到 4.10 但呃 在实际验证扩程中 到没有发现太大的区别 好 然后第二个问题 就是那个 呃 那个做缓存的那个快设备 可以用LV吗 呃 呃 就是 有那个 呃 呃 你说的是说 先做好快设备 然后再用 我把SSD做成一个 呃 PVVG LV 嗯 然后这个LV 去做成那个Bcache 那个 呃 cache的那个部分 理论上来讲 是 是 是可以的 没有这样 没有这么做过 对 像您刚才说的 应该就是LOM cache 它它 它 原生自在这种功能 但如果给其他cache 用的话 我没有这样过的时间 诶 我想 就是 你这个 你的这个PVT 那个 RodeDB和BlueFS 是分别针对单独的SSD吗 诶 对是的 然后你的 你的LodeBloge对应的 也是一个单独的HDD和SSD 是吧 呃 您再说一遍 就是说 我看你上面配什么 就是说你的RodeDB和BlueFS 分别针对单独的一个 就是你的RodeDB 对对对 单独的分区 单独的分区是吧 对分区分区 是一个SD的单独的分区 分区分区 然后你的这个HDD和SD 也是一个单独的分区吗 呃 是去取决于你用什么样的Cache solution 像Bcache的话 它可以 呃 一个一个 比如说一个分区可以直接给多个SD用 但是RodeBoost的就不一样 所以 当然如果Bcache 如果离开盘换掉 所带来的风险 一个分区换掉 所带来的风险会比 呃 隔开来给不同的SOSD 有风险高一点 难道怎么样 就是你这个SD分区 你会接多少个这个Data盘 就是说 呃 我们的环境下是 一块SD 一个SD分区后面 呃 接八个 八个那个SD 就八个就是数据盘 对对对 那你这个SD是P3SDD吗 就是你这个 不是不是不是 就普通的SATA 普通的SATA 做八个数据盘的Journal 对 不是Journal 是Journal 是HDD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环存 那在你的 Rodepro BlueFS 你不是说也是分在一个SD 哦 我们有两个SSD 那我就就是 你现在都反做 Rodepro BlueFS 你能对几个 就是就是有一块 SSD分区 专门用给BOOST 另外一个 那个是用来做 呃 就是做Cash用 对对对 所以说我就 你现在都有一块SD 做Rodepro BlueFS 做这个吗 这个这个SD 对几块 OSD数据盘 对几块 也是八个 也是八个 那这个SD是什么 是P3E的还是普通的 一样的 两个是一样的 同样的Intern信号 那你这个 这张信号理解的话 就是你的Journal SD的贷款 应该是 普通的SATA盘的贵数吗 如果你 如果你都是普通的 这个 如果你做Journal 的performance 和你做数据盘的 那你怎么 这个 这个 它会和SERV 跟SERV 那推行的 不太一样 您是指 呃 你说SERV 就是WLO 是吗 WLO上面 它那个 那个SERV的PPT 有一个 呃 MME的 比如说 5G 或者三三个G 两三个G 作为WLO 是吗 对对对 我们没有 我们就是把 WLO 跟DB 全部是放在 普通的SATA SD上面 哇 谢谢 再来更多 好的 但我们并没有 就是刚才说的 我们测试下来 并没有发现 但如果说有MME的环境的话 那应该会性能更好 但就是说 如果也只是SATA SD 也会有性能提升 好